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结论 我们这里是阿玛丽校长干的 我跟你说 那个女人极度不正常 疯狂的前尘就是她 我们得盯住她 真的吗 我怎么记得你原来怀疑的是别人 可我改变了想法 我告诉你为什么 她一点都没受到惊吓 她是唯一没被吓着的人 为什么 因为她非常清楚 她很安全 是 Vara和校长进来 Vara端着咖啡托盘 她把托盘放在凳子上 我们弄了点咖啡 这里好冷 真难以置信 早晨还在想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上校和罗管家还没回来 对 没有船会来的 上不了岸 魏法官 多亏你坚持我们吃点午餐 还喝了点白蓝地 我感觉好多了 真是一场噩梦 很不真实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马上开始调查 先排除一些无辜的人 你的直觉怎么说 Vara小姐 万一Vara小姐怀疑我们三人中的一个呢 我敢肯定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位 你们一定要我猜的话 我要说是乔医生 乔医生 嗯 不是很明显吗 她最有机会谋杀罗太太 作为医生太容易了 只要给她超量的安眠药 没错 可别忘了 其他人也给过她白蓝地啊 她丈夫也有很好的机会给她下药 不是罗管家 她没那头脑策划这一切 也没钱 再说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她被吓得有多惨 罗管家和上校穿着橡皮雨衣在阳台出现 警探让他们进来 落地窗打开 卷入一股旋风和雨水 艾米丽校长尖叫一声 转过头去 我的天 暴风雨来了 是你 你以为会是谁 丽莎 泰勒 暴风雨过去之前没有任何营救的希望 哎呦 咖啡 太好了 你看啊 派人 我开始喜欢咖啡了 名为不惧才是英雄本色啊 这种天气就是有人知道我们的困境 也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来营救 即使风停了 海水还需要时间平静下来 上校坐进沙发 罗管家帮他拖鞋 你都湿透了 菲利普 谁能游泳 有可能游到岸上吗 一个多英里呢 这种海很容易撞到礁石上淹死啊 艾米丽校长神志恍惚地说着 手中的毛线球掉落地上 淹死啊 淹死在池塘里 法官愣一下去捡起毛线球 你的线球 艾米丽小姐 饭后打个小盹儿 啊 这里好冷啊 为啥小姐 要我升起壁炉的火吗 好主意 考虑周到啊 罗管家 抱歉 有谁知道顶楼浴室帘子那儿去了吗 罗管家 你不会也神经失常了吧 浴室帘子 是的 先生 鲜红色的 油丝布的 不见了 有谁见过一块鲜红色的油丝布帘子吗 恐怕没人知道 罗管家 没关系 先生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岛上的每件事都很奇怪 我去弄些柴火和木炭 把火点起来吧 他也得要点热咖啡吧 他都湿透了 罗管家 乔医生去哪儿了 回房休息了 希望他把门锁上 随时都可能有人袭击 我们都皮靠警惕了 没那么容易吧 警探先生 别过分自信 我会建议一些防范措施 所有人都要照做 防范谁啊 互相防范 我们现在人人自卫 十个人来这个岛上 已经有三个被杀 还剩下七个 七个小士兵 其中一个是假冒的 对 不管刚刚弯小姐怎么说 我认为魏法官和乔医生不应该被怀疑 他是个著名的医生 而你在英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法官 警探先生 那证明不了什么 很多法官都发过疯 医生也会 警察也不例外 Vera小姐回来了 楼管家要喝咖啡吗 他宁可自己泡茶喝 乔医生呢 要不要给他端杯咖啡上去 我去吧 我正想去换点衣服 还是我去吧 菲利普上校 他可能不会让你进去 他会判你那把枪呢 对了 手枪 我正想跟你聊聊呢 菲利普上校 你要说什么 我想知道 你来参加这种小型社交活动 为什么要带枪 你想知道 对吧 我的生活比较动荡不安 危险重重 所以养成了带枪的习惯 的确曾经陷入过一两个困境的呢 想在山上感觉踏实多了不是吗 我们警察都不带 我想知道那把枪的真相 我也想听听你的警示 好吧 我收到一封信 是欧文夫妇请我来这里做客 会有很好的筹报 信上说他久闻我临危不乱的美名 说这里可能会有危险 但只要我稍加留意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才不会上这种当 可是我接受了 日常生活实在太沉闷了 你不能不说这是个耐人寻味的主意 好奇害死猫啊 没错 一点都不假 我上楼了 胡扯 如果是真的昨晚为什么不说呢 他可能以为我们的情况正是他被请来帮忙的原因吧 也许是的 我会这样想 欧文先生用了一点诱饵 把他和我们一起引入了圈套 欧文一定对菲勒文有所要紧 知道怎么利用他的好奇心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要不然一切都太晚了 瞧一声 我一定不能失控乱了方寸 抱歉 魏法官 我最近疲劳过度快受不了了 睡不安稳吗 是 一直做梦 医院 手术 一把刀插在我头颅 可怕的噩梦 是的 魏法官 您有没有梦到你在法庭上宣判某人死刑 你是想说一个叫瑞查赛顿的人吗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在他的死亡案上奋心无愧 他是一个极其冷血而残忍的杀人犯 陪审团喜欢他 他们打算判他无罪 我能看得出来 可是我扼杀了赛顿的希望 这儿真的不是吗 罗管家呢 他出去有一会儿了吧 他说他去拿柴火来 柴火 柴火 他去拿柴火 那是童谣 看柴来生火 一批两半剩六人 天哪 又少了一个 只剩六个了吗 只有五个了 五个 罗管家和菲利普上校吗 不 不能是菲利普 上校进来 警探正冲出门去 边喊着罗管家 他 歪软跑到上校跟前 不警探跑得跟疯子似的 到底怎么回事 菲利普 我 看见罗管家了吗 没有 我应该看见他吗 又有两个小士兵死人不见了 两个 我本来以为是你 这时警探走回来 他面如死灰 口齿不清 啊 发生什么了 罗 在晚贵土堂市里 他怎么 他 已经死了 被把斧头砍死了 在他弯腰整理木枪的时候 肯定是有人从背后下的手 啊 我一两半一命休 妻可之伤啊 安静 Vera 安静下来 上校服 Vera坐进沙发 拍拍他的脸 他没事的 接下来呢 各位 蜜蜂吗 他们在岛上养了蜜蜂了吗 大家盯着他 不懂什么意思 他勉强维持阵绩 那是下一集 同样的内容不是吗 六个小士兵 玩弄疯房惹疯怒 飞来以遮命呜呼 六个只剩五 飞来以遮命呜呼 我们都还活生生的 没人有什么不舒服 他的目光 落在艾米丽校长身上 天哪 不会是 喂 艾米丽女士 你怎么了 上校慢慢走近 艾米丽校长 俯身碰碰她 随后拿起一支 皮下注射器 面向其他人 你们看 一支注射器 现代的风车 就在他 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中的一个人 我们中的一个 他们面面相去 到底哪一个呢 几小时之后 别墅已经停电 屋里点起三支蜡烛 警探 上校 医生 秘书 法官 分别坐在椅子 沙发上和芦苇上 一言不发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别人 房间里的寂静持续了几分钟 然后上校忽然开始讲话 略带爷鱼的大声 把大家吓一跳 五个小士兵端坐一排莫无声 彼此对视等出击 童谣的最新版本 这根本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缓解一下气氛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 我们发明一个叫怀疑的游戏好吗 A怀疑B B怀疑C 以此类推 我们从警探先生开始吧 不难猜出他怀疑的是谁 明摆着呀 我是您怀疑的对象 对吧 警探先生 我不否认 知道吧 您大错特错了 我对什么正义没有兴趣 可如果我要谋杀 谁一定得有利可图 你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可疑 你讲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 你带了手枪来 现在又说他失踪了 使我的煞有皆是 你觉得我拿枪干嘛了 是我主动让你搜身的呀 当然不会在你身上 你很聪明 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 你是说我把他藏起来 等以后再用 很有可能 你怎么不用大脑呢 警探先生 我要做的话 早把你们全都了结了 拼拼拼拼拼拼 这倒不假 但不好玩 一定要疯子的做法吗 天哪 喂 我是个清醒的人 医生常说 有些疯子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 我说这千真万确 我们 我们不能在这里做一代弊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燃起一个火堆 在这种天气里挑一阵 我们需要时间和耐心 天会晴的 然后我们可以行动 点篝火 放光镜 送信号 时间 我们等不起了 我们都会死的 我们现在的警惕应该够了 我告诉你 我们都会死的 除了一个人 他正在盘算着 他在想怎么 可怜的鲁伊萨 你那个病人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鲁伊萨克里斯马乔医生 是因为精神紧张 让你把他送上绝路的吗 不 酒精 我以前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上天保佑 我做手术的时候喝醉了 再简单不过的手术 我的手在发抖 我记得他 一个高大粗壮土里土气的女人 我杀了他 我猜对 那就是真相 之后你见了酒 转行做了神经科医生 还做得相当成功呢 只是运气好而已 有那么一两个名媛贵妇帮忙 结果很不错 于是他们口口相传 这两年都忙得不可开交 没有时间停下来 回想那个女人 日子算是风平浪静 我已别不诉求 直到这位冒盘欧威先生出现 让乔医生你和我们欢聚一堂 来回味往事 对 你少说两句行吗 还开什么玩笑 对对 不说了 各位 各位伤恩物造 我建议我们待在一起 在彼此视线可及的范围内 悲剧就不会再发生 我们也都搜过山 没有人带着刀枪 青化物或其他毒药 如果我们就这样 紧守在一起 像我说的 互相看着 什么都不会发生 和我们不能总这样下去 我们要吃饭要睡觉 对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显然 杀人犯唯一的下手机会 就是引我们中的一个人离开 只要防着这一点 我们就安全了 安全 这可怕的等待 一小时一小时过去 又感觉它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刻 几点了 八点半 还这么早 好阴森的光线 这些蜡烛还能撑多久 还有一整捆呢 暴风雨在减弱 你觉得呢 卫法官 也许吧 我们不能太乐观 杀人犯好像掌控了一切 连天气都在他的计划中 高姐吃的来怎么样 我可以去开几瓶罐头 煮点咖啡 你们四个待在这 行吗 卫法官 不行 八二小姐 你瞧 我们不能吃 你在我们看不到情况下 准备的食物 你根本不喜欢我 对吗 卫法官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卫法官 几乎没有任何剂俩能蒙过你 如果不冒犯你的话 我要说我对你特别好奇 这个时候 谁还怕被冒犯 肯定不是警探先生 我觉得你没有足够的想象力 来驾驭这些事 谢谢了上校 你肯定是在贬我 也不会是乔医生 他没这个胆量 雷尔 你倒是很坚强 可是你又像是个很理性的人 所以除非你有特别强烈的动机 你不会杀人 谢谢了 他说他是一名警官 但我们无法证明 是唱片里念出了他的名字之后 他才承认他 那之前 他还假装自己是一名 来自南非的百万富翁的 没准警官也是假冒的吧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他是个警察 没错 看看他穿的那种 给警察脚上特制的鞋子 生效 你这么说就够了 诸位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乔医生 Vera小姐怀疑你 我怀疑魏法官 警探先生怀疑我 乔医生怀疑警探先生 那么你呢 魏法官 我有我的想法 可是现在说出来是不明智的 我们吃点东西怎么样 别 别去了 还是待在这里吧 这里最安全 我饿 我也没食欲 警探先生 你自己去物色吃的吧 说不定我能找到一厅饼干 好主意啊 要一厅没有开过盖子的饼干啊 警探出去 从书架上拿锁蜡烛 每个人都担心地注视着门 一阵风吹过 窗帘沙沙作响 法官坐进沙发 我好奇 顶楼浴室的帘子是怎么回事啊 罗管家找不到的那块 我怎么也搞不懂 一个杀人犯用那种 新红色的油丝帘子干什么 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 Emily校长就丢了一团毛线 所以这个杀人犯 他不管是男是女 还是一个有刀切屁的人啊 那童谣接下来怎么说 五个小士兵 惹是生非打官司 官司缠身直到死 登上了法庭吗 但是要怎么样才能 除非魏法官 没错 可爱的Varie小姐 这就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 不过我以为你扮演的是 杀人犯的角色 不是受害者 拳击手也可能被揍的 Varie 这里可能要展开一场混战了 这样你就完全排除在外了 那一首可怕的童谣 在我脑海里转呀转 到死都不会忘的 警探先生去了好久了 说不定被大灰狼抓去了 菲利普上相 你最好收敛一下 你那粗鲁的幽默感 对不起 魏法官 一定是过度紧张的一种反应 警探拿起一厅饼干进来 法官接过饼干盒打开 把手举起来搜搜它 医生和上校去搜警探 医生给秘书递上些饼干 不用了 谢谢你 我什么都吃不下 你不吃 警探先生会吞掉大部分的 这没什么好搞笑的 把自己饿坏了没好处 有香烟就好 我也没了 真走晕 我抽的是烟斗 楼上我箱里还有一整盒 那我去拿 我也需要一支烟 注意 你们就待着别动 威弱从书架上 带了一支蜡烛离开 法官走到门边 看着她的背影 警探起身取回饼干盒 一个接一个地吃着 不赖 这饼干 奶酪和芹菜的 那姑娘真的该吃一点啊 她的精神状况不太好 乔医生 我不同意 我觉得威弱小姐 是个触遍不惊 机智多谋的年轻女孩 那就是你的想法 对吧 卫法官 她就是那个杀人狂 不可能啊 一位女士 乔医生 你我看女性的角度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来点威士忌怎么样 好主意 但是要一瓶 没我开过盖子的啊 楼上突然传来 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 然后是沉重的 砰的一声 死人立刻站起来 上校和警探抓起了蜡烛 他们依次出去 外面漆黑一片 谁 谁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谁啊 菲利普 菲利普 你在哪儿 我找不到你 我在这儿 怎么不点蜡烛呢 这里太黑了 楼梯上的风把蜡烛都吹灭了 来 我有打火机 他点亮了自己和秘书手中的蜡烛 坐到沙发上 曹医生呢 我在烧火柴 甭管火柴了 多找些蜡烛吧 吓死我了 把我喉咙包住了 什么东西 我房间窗户是开的 我一开门蜡烛就被吹灭了 然后一股长长的海草伸到了我的喉咙 在黑暗里 我以为是一只湿漉漉的手来掐我 难怪你会大喊 谁把水草挂那儿的 我不知道 等我查出来的是谁 我一定叫他吃不了 兜着走 是谁进来 威尔小姐 别怕 是我 瞧一声 我们在这儿 警探点燃蜡烛 门缝里可以看见微光 然后他手持着蜡烛进来 刚刚谁开的枪 Vira起身 转身尖叫起来 在烛光里 魏法官直挺挺地坐在临床的休闲椅上 那条油丝布的红色帘子披挂在他肩上 那团灰色的羊毛绒编成假发戴在他头上 他的额中央一个圆形的发暗窗口 看出红色的血 大家呆若目击地立着 Vira尖叫 医生强大精神是以大家向后站走到法官身边 弯腰查看又直起身子 他已经死了 头上中了一枪 昏死缠身直到死 现在就只剩我们四个了 喂 小姐 Vira 是你们让我上楼去拿香烟的 你们把海草挂在那里 你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在黑暗里杀掉那个可怜的老法官 你们这群疯子 你们三个 疯子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需要那条红色帘子和毛线吧 一切都是早就计划好的 哦 我的天 让我走 Vira缓缓靠近门 然后转身冲了出去 阿沙 阿暑 阿 Sung 阿菱 阿树 阿